来 家主 苏沐渝已过清禾街 在有伴主乡的时间 便要到这里了 他一个人来的 本与苏哲一起 可是半路遇见谢家杀手 苏哲替他拦住了谢家刀客 他来干什么呢 苏牧羽 拜见家主 等下许久了 你也破剑法 果然不凡啊 多谢家主夸奖 棉龙剑 大家长身上的毒已经好了 他让我带棉龙剑来一次 交给苏家家主 人仪究竟是如何医好我的 血漏一枝梅毒液侵入人体后 会顺着血液流过 毒道之处如万以世身一般痛不欲生 我以疑魂之法与大家长同感同志之中 我发现五十二单学 三百双学 以及五十个京外齐学之中 有一处学道得以幸存 那就是治良学 于是我就用了一百零九根银针 将那血漏一枝梅的毒全部逼到了治良学 最后在治良学再次一针 方将那毒尽数逼出 我也曾经这样想过 但是若那一针刺破了治良学 那结果只可能是真气大谢毒发身亡 因此下一步是需要一个内功精湛之人 以手掌复治良学将那毒给吸出来 所以这病最后救治之法很简单 就是以命换命 以命换命 是阿克吗 我还以为大家长猜不到是他呢 我记得第一日我们进这诸巢的时候 大家长明明已经站都站不稳了 却还要在他面前保持着正常的模样 还和我说 要是见过他杀人的样子 便不会再对他放松警惕 可就是这个无法让你放松警惕的阿克 为你献出了自己的性命 他人在哪里 他已经走了 阿甲苏哲 很好 很好 把他放出来吧 把他放出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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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 好 definite死石 我看 我的女人 我看 那我就是 回家 要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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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这次之后 或许所谓的三家 只能剩下一家 你以为我还会惧怕 你这个穆家家主吗 你找死 蝶舞 请张军 大哥 安和宋葬师 有别了 我 穆家家主也不过如此 都说穆家家主 三丈之外可称无敌 乃至今一天三尺 那就是王天帝 看来今天雄独棘少了 这里挺乐的了啊 是他来了 哲书来了 小牧鱼果然在这 苏仓和辣小子看来早就知道了 所以才让老子来 这么是个东西 哲书此言何意 让你说话了吗 哲书 你还是喜欢营造一种 我很厉害的气味 不需要营造 那就是很厉害 哲书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我打算怎么能够不杀你 还能完成苏家老爷子的任务 这怕是有些难啊 确实有些难啊 但你我二人也算是莫利之交了 莫利之交 这样吧 咱们俩先联手杀了那几个鬼 剩下的就是咱们苏家自己的事 哦 木家几个鬼里还有个人打的呀 久仰折书大名 不能打也得装能打呀 小牧鱼 你怎么说呢 愿与哲书共同退帝 愿与哲书共同退帝 木家的人 谁也不许后退一步 我谢家亦是如此 难道你们不怕死吧 废物 怎么只有你自己 谢不谢呢 谢不谢跑了 他说要去游历江湖 去寻找所谓的异议 来锤炼刀法 可恶 谢少主 别想什么多了 十二孝死伤禁办 不如我们两家联手 何力击杀大家长 抢夺棉龙剑 联手 若谢不谢还在 又何须和你们联手 那你倒是把谢不谢追回来呀 你 薛薇 你少说两句 哼 谢少主 眼下大家长也是强弩之木 既不可施啊 这强弩之木 那你们可以试试 冯 你说尾巴 诶 给他